密度机是测量液体密度的工具 它利用了浮力的原理 把密度机放入两种液体中 静止时密度机进入液体的深度不一样 这两种液体的密度 R1 R2哪个更大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密度机都调伏在液面上 浮力都与重力相等 两次重力相同 所以两次的浮力也相等 浮力的公式是 F浮等于R1GV排 把两次的浮力都写成这个形式 就有了R1GV1等于R2GV2 对于排开液体的体积 由于左边的密度机在液体中静默的更深 所以V1大于V2 所以两种液体的密度就是R1小于R2 这很符合生活经验 液体密度越小 物体就会静默的越深 越不容易浮起来 根据进入液体的深度 就可以直接在密度机上读出液体的密度 那么密度机的刻度是上小下大 还是上大下小呢 从刚刚的例子可以看出 液体密度越小 进入的越深刻度越靠上 反之液体密度越大 进入的越少刻度越靠下 所以密度机的刻度是上小下大 总结一下 密度机的原理就是漂浮在液面时 浮力等于重力 刻度是上小下大 进入的越深 液体的密度就越小 你学会了吗 呵呵 咯 那么